乞丐曾给落难的朱元璋 煮过一碗珍珠翡翠白玉汤 朱元璋回宫后念念不忘 派人找来乞丐要他再做一次 乞丐无奈只能向玉厨爆出食材 一块豆腐要馊的 馊的 馊的 还有一些菜叶子 剩八米粒 哦 还有些肉汤 也不是什么新鲜肉汤 小乞丐越说越害怕 突然转身扑通给刘伯文跪下 说万一皇上不喜欢吃 他害怕自己要掉脑袋 但朱元璋点名要吃原汁原味的 刘伯文为了保住乞丐的脑袋 提前向老猪求了一块免死金牌 于是小乞丐便放心大胆地开始操作 将馊掉的豆腐块用手抓碎 再用带馊味的手给剩饭做死耙 放点烂菜叶子稿里头 干净又卫生 如此方便的做法 让皇上吃完就得方便 刘伯文文这味道实在太上头了 乞丐颈巍微微端着汤镜见皇上 人还没到 味已经传进宫中 宫女嫔妃们纷纷捂住口鼻 朱元璋却丝毫没有嫌弃的样子 端起小碗大口大口喝起来 然而喝下没过多久 他感受到一股反胃的感觉 净一口气全喷了出来 朱元璋大发雷霆 你想把朕堵死是吗 来啊 拉出去砍了 小乞丐连忙掏出免死金牌 于是朱元璋又叫刘伯文跪下 称他神经尿算都算到皇帝头上了 刘伯文不紧不慢地问小乞丐 今日所作之汤是否和当日的一样 小乞丐高举金牌不敢弃均 直言比当时做得还好吃 不料朱元璋还是不幸 如果食材是一样的 为什么吃起来有云腻之别呢 刘伯文认为皇上当时是因为太饿了 人饿极了呀 如同皇上当时在破庙那样 他就是分不出香臭来 甚至于可能把这臭啊 他当成香的 你真是巧舌如簧 刘伯文表示皇上要是还不信 不妨和他打个赌 让大臣们也尝尝这珍珠翡翠白玉汤 前提是饿他们三天三夜 到时候一定会觉得这汤好喝 朱元璋召开了集体会议 要求先饿上大火三天三夜 给他们的舌头和味蜜蜜啄起 除此之外 朱元璋还为官员们 请来了陈传十二代弟子陈道仁 为众爱卿传授教系清修之法 陈道仁一本正经地坐在正中央 开始了他的忽悠大法 内进外进凝神 举出杂念 复视呼吸 以致不觉有呼吸在 简简单单念了几句口诀 陈道仁准备回家吃饭 不料被朱元璋栏下 朕可是花了大价钱请你出场的 你三两句口诀就完事了 不行必须陪他们一起清修 皇上有旨 清修三日之后 皇上赐厌 官员们一听要饿三天肚子 在底下顿时炸开了锅 平时一顿都少不了 现在要饿三天堪比酷刑 果然才到了傍晚 大臣们就集体饿晕了 向国里擅长饿的眼貌惊心 大臣们正在回味 昨晚在家吃的美味佳肴 突然发现清修的道士 竟然也熬不住饿晕了 李擅长担心道士领了盒饭 连忙叫人送碗水过来 怎料道士喝了水突然惊醒 你们干什么 干什么 我没事 我没事 我这不是挺好的吗 第四天一大早 刘伯温前来查看情况 见各位都是要死不活的模样 刘伯温知道开饭时间到 于是让小乞丐开始做饭 全都是纯天然无狠活的食材 然而这道菜还没出过 老板送一母就快闻吐了 身旁的刘伯温 却对这味道十分满意 刘伯温一听便来了兴趣 当场要和宋义母在皇上面前打斗 宋义母说什么也不相信大臣们 会吃这种闻了就想吐的菜 于是两人当即来到朱元璋面前做个见证 如果大臣们喝了这碗汤 还认为这是美味就算宋义母书 必须捐出一百万两银子用来修城墙 反之则是刘伯温猜错了 宋义母也有一个愿望 那就是想请皇上给他辞明送半场 朱元璋听完一口爽快答应 并且不管输还是赢 都给他改这个名字 宋义母喜出望外 就是说我输了 也能给我改名字 哎 记住了 这叫双赢 很快珍珠翡翠白玉汤端到了大臣面前 饿得两眼冒惊心的大臣们 见到有东西吃都跟 饿狼扑式般狼吞虎咽起来 还满脸享受的称这碗汤为人间美味 向来吃饭都要别人伺候的李善长 今天破天荒自己动手进食 宋义母见到朝臣们 大快躲移的样子难以置信 都饿死鬼头胎啊 我认输了 好在朱元璋君无戏言 依旧承诺给他改名字 在皇上下笔之前 刘伯文问宋义母 心修为强打算出多少 宋义母一听要掏银子 就变得结结巴巴 我再问你 宋义母跟宋半成 你到底要哪个 我当然要宋半成了 得到肯定的回答后 朱元璋大笔一挥地给了宋义母 怎料宋义母接过来一看 脸上顿时戴上了痛苦面具 这不是宋半成是宋半成 宋义母这才发现自己被套路 刚想辩解两句 却被刘伯文喝斥主 因为这是在圣上面前打得懂 宋义母只能哑巴吃黄连 单天后朱元璋第二次宴请全臣 这次大臣们有备而来 全都吃得饱饱的才进宫 但朱元璋并没有饿大家肚子 直接上了珍珠翡翠白玉汤 结果大臣们的反应 和上次截然相反 甚至连凑上前文一下都想吐 李善长平住呼吸喝了一口 不料当场全部喷了出来 万万也想不到 这就是上次喝的汤 朱元璋见目的达到 开始教育众大臣 刘伯文这一招可谓一箭双雕 既给大臣们敲响了警钟 又让宋义母心甘情愿 捐出一百万两名字 解决了国库紧张的燃眉之急 至于珍珠翡翠白玉汤的创始人乔启尔 朱元璋也想给他一个赏赐 思来想去决定让他做刘伯文的义子 于是乔启尔改名为刘义 通过一碗豆腐白菜汤 成功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刘伯文骑个小毛驴打一把油纸伞 悠哉悠哉的前去上早潮 但奉天殿内的朱元璋已经开始发脾气了 他问公公今天是怎么回事 上班时间快到了 怎么一个大臣也没来 公公连忙解释 是皇上勤于国阵来得太早了 不料话音刚落殿外传来一阵声响 朱元璋听到不停的跺脚声心烦气躁 便让公公传令下去告诉他们别跺 正在疯狂跺脚的大臣们听到圣旨 一个个都停止了脚下的动作 又将鞋子脱下来试图甩掉上面的泥巴 不巧一位大臣直接甩到了向国李善长的脸上 本来暴雨天气就让人心情不好 李善长气地将人用力一推 大臣一个滑产坐倒在地 所有人都被泥巴弄得狼狈不堪 唯独刘伯温依旧保持优雅 他坐在长椅上掏出一只细长的竹条 轻松将泥泥刮得干干净净 因此很快吸引了大臣们的注意 李善长见状主动跑过来搭讪 想借用一下他的刮泥神器 刘伯温略带得意地告诉他 想用的话必须等他刮完 大臣们直呼刘大人是神机妙算 李善长见状开始转移话题 吃瓜群众各个忍俊不惊 上一世当和申与刘罗锅互相斗嘴 这一世是李善长也免不了被刘伯温戏弄 李善长看着刘伯温潇洒离去的背影 骂骂咧咧地嘟囔了两句 随后默默用起了小鞋瓜 就这样大臣们的鞋子都清除了泥垢 踏进大殿准备上早朝 此时朱元璋却坐在龙椅上愁眉紧锁 正是为刚才惊天动地的跺脚生烦心故意 李善长主动站出来替皇上解忧 表示以后都不再跺脚了 怎料朱元璋一听更加不悦 不再跺脚 不再跺脚把满靴子的泥巴带到凤天殿上来 啊 遭见了朝房还不够 还要遭见我这大殿 李善长被皇上对得当场女色 大臣们见状也都闭口不言 朱元璋思来想去突然想出一个办法 让宫里的制衣方做一批牛皮软靴 然后在朝房里制一个鞋柜 上朝的大臣每人一格每隔一双 每逢下雨就将软靴套在鞋上 李善长文言迅速送上彩虹屁 大臣们顺势纷纷跪下扣血龙恩 解决了跺脚问题后 今天的早朝才正式开始 刘伯温向朱元璋汇报 近三年的人口普查工作 全国各府州县共造户籍 黄策一千二百五十余万 而户籍又具体分为 名户军户将户商户 查户 元户 月户 盖户 淡户 什么 等等 淡户 何为淡户 刘伯温解释道 就是靠下淡挣钱的名户 为了能让皇上和大臣更好理解 还举了高游县鸭蛋的例子 高游光靠仰压下淡的名户 就有三千七百多户 然而吃货大臣抓住的重点却是 高游咸压蛋远近闻名 嗯 个个都是双黄蛋 确实 对对对对 高游高游咸蛋多油 筷子一戳往外冒油啊 大臣们讲的哈喇子都快流出来了 朱元璋连忙转回正题 让刘伯温继续说人口普查的事 怎料刘伯温听大臣们说咸压蛋 一时间也忘了刚才要说什么了 李善长当上成相后忘了糟糠之妻 妻子时隔十七年踏上寻妇路 结果还要被李善长试探 李善长蒙上面纱假装不认识 随后掏出一副媳妇的画像 说是替李世元带来的 赵东妮借过来一看激动不已 能将自己十七年前的模样 画得分毫不差的一定是自己的丈夫李世元了 可赵东妮却不知道面前的成相大人 正是改了名字后的李世元 大人 求你 求你赶快让我们夫妻相认吧 你是说夫妻相认 她倒是想相认 只是 只是她已经另娶了貌美如花的夫人 但李善长当然不敢这么说 她随即现场编了个谎话 表示自己当时与李世元身处同一军营 李世元沉迷赌博最后将妻子 以二十两银子卖给了自己 见赵东妮一脸难以置信 李善长还掏出了提前准备好的卖身器 赵东妮亲眼所见后再也绷不住了 当场坐在地上嚎啕大哭 即便如此李善长依旧想要试探 她又从兜里掏出一定官营 让赵东妮置半点行头 准备当她的丞相夫人 没想到赵东妮突然站起来破口大骂 斥责李善长作为李世元的同僚 不仅不帮她还落井下石 李善长听完终于被妻子感动 我的好 我的过瘾 我的发气啊 什么发气发卡的 让我跟你走 我还不如一头撞死 就在赵东妮准备以死命之时 闻外偷听的刘伯温及时破门而入 揭穿了李善长的小把戏 李大人您也是 你俩自个儿当薛平贵了 您这什么母日 李善长只好揭下面纱去掉头巾 露出她眉毛上标准的小黑点 赵东妮恍然大悟与李善长紧紧相拥 然而夫妻团聚的戏码并没有持续多久 李善长就开始担心接下来 应该如何安置赵东妮 家里的母老虎夫人如果知道 一定会扒了她三层皮 两个女人让李善长十分为难 消息传到了朱元璋的耳朵 朱元璋决定帮李善长 试探试探她夫人的态度 相国夫人被传唤进攻 朱元璋开始套路李夫人 表示李善长一直不敢向户部上交户口黄策供单 怎料不知情的李夫人一听就炸了 他为什么不敢 你叫他来说 放肆 皇上 皇上息怒 朕就问你 如果你们家多了两口人 你签不签字 话不话呀呀 此话一出在一旁偷听的李善长吓坏了 两条腿抖得比帕金森还厉害 而李夫人也是个头铁的 宁死不同意李善长再娶 朱元璋当即随了她的心愿 表示这有一杯毒酒 如果胆子够大就喝了她 没想到李夫人立即将酒一饮而尽 李善长赶过来时为时一晚 夫妻俩只能抱头痛哭 朱元璋内心暗自无语 李善长一出来直接把她的计划给搅黄了 别哭了 那酒里没毒 得知酒里没毒李夫人上演惊惧变怜 立马又气势汹汹地质问李善长 在外面到底有没有女人 老婆奴李善长一心安慰夫人 也不敢承认有赵东丽这个人 李夫人心满意足地离开 而朱元璋好心帮李善长解决难题 到头来却吃了一把狗粮 于是也不愿再管这两口子的烂摊子 李善长无奈只能再次找刘伯温出主意 然而刘伯温这次给她想了个极其滑稽 却有效的法子 李善长在刘伯温的安排下 故意在夫人面前发誓 我发誓 我在外边没有别的女人 骗你我是小狗 然而夫人依旧没有安全感 睡觉时也要用一根细绳 拴住李善长的手腕以防她出去偷心 趁李夫人睡觉之际 刘伯温的义子刘一派人 将买回来的小狗送到了丞相府 并且神不知鬼不觉的 将拴住李善长的绳子解开 拴在了小狗的爪子上 李善长就这样悄悄离开了府邸 夫人很快被狗叫声吵醒 而绳子的另一边动静特别大 她只好起床下来查看情况 不看不知道一看下一条 家里多了一只狗子 家丁们闻声赶到现场 提前看过剧本的家丁开始秀演技 夫人 夫人不敢相信誓言这么快灵验 家丁却一口咬定这就是丞相大人 夫人气得给了她一个臂斗 家丁委屈地告诉夫人 小狗不仅没心有一颗 和大人一模一样的指 而且那两眼微汪汪的表情 简直和大人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夫人瑟瑟发抖地走近狗子 竟也开始相信 恋前之狗就是李善长 善长 我求求你了 我求求你了 你快骗回来好不好 小狗表示自己也很无奈 李夫人抱上小狗找刘伯温帮忙 听说刘伯温大人神机妙算 就请他算算这狗什么时候能变成人 刘伯温一本正经地告诉夫人 这本来就不是条狗 这就是李善长李大人 你怎么看出 他就是善长呢 不用看啊 这不就是李大人吗 连刘伯温都说这是李善长 这让李夫人不得不又信了三分 李夫人请刘伯温替自己 跟李善长说说话 刘伯温表示没问题 但李善长有点拒内 在夫人面前放不开 所以申请带李善长到隔壁屋说 李夫人当即把狗子交给了刘伯温 刘伯温将小狗抱进屋内 与躲藏已久的李善长大声说话 李善长趁机将自己还有个 原配的真相说了出来 说完刘伯温又把狗子还给了夫人 并表示要让李善长变回人 只有将原配迎回丞相府 但李夫人满眼泪水依旧不肯答应 刘伯温劝他一定要想清楚 如果李善长一直是小狗 皇上一定会另选丞相 到时候您就不是丞相夫人而是狗夫人了 李夫人虽然有点纠结 但终究还是没同意 他情愿和小狗过一辈子 不料几天后宫里举办的一场宴席 让李夫人突然改变了想法 原来宴席上演奏了一曲琵琶琶 曲中诉说了糟糠之气的悲苦命运 在场所有人都被深深打动 李夫人最终选择原谅了李善长 赵东宁也如愿以尝进了丞相府 朱元璋要举行祭天大典 宴会群臣的新宫殿却还差30万片青瓦 朱元璋命令李善长三天之内筹集 李善长为了按时完成任务 竟要拆了老百姓房子上的瓦来凑数 老兵街上住的都是曾和朱元璋一起打天下的老兵 老兵们一听说还能为皇上出奋力纷纷一不容辞 但刘伯温看不惯李善长的做法 故意让教方司安排人到老兵街唱花鼓戏 以此吸引皇上过去看看 李善长是如何为难老兵的 第二天朱元璋果然被相应吸引 跟随刘伯温来到了老兵街 歌里唱的是自从大明开了国 凤阳变成了鱼米香 家乡的曲调加上对大明皇帝的歌颂 让朱元璋听得心情大好 然而没过多久他就听到 不远处有一阵哄抢哭闹声 一同随行的李善长慌了神 连忙找借口拦住朱元璋 但架不住刘伯温的热情邀请 朱元璋还是好奇地走了过去 怎料映入眼帘的是官兵 正在抢抢百姓家的砖瓦 原来这些老兵虽然愿意献瓦 但他们的妻儿却不小 因此没了遮风挡雨的房子 而忠心的老兵一边阻拦家属 一边让官兵继续拆瓦别停下来 朱元璋等三人站在原地陷入沉思 这一幕和刚刚所唱的花鼓戏 形成了鲜明和强烈的对比 直到李善长相领头的大臣事宜 众人才发现皇上已经清零 朱元璋当即命令官兵停止接瓦 并且把拆下来的一砖一瓦 全部给人家盖回去 回宫后李善长相皇上认罪 朱元璋怒斥他怎么不拆自己家的瓦 李善长灵机一动说自己天性愚笨 才知不及刘伯温大人的十之一二 所以才不得已出此下策 刘大人一定有更好的办法 于是刘伯温就被朱元璋点名 刘爱卿啊 那你有什么办法替李丞相解套啊 哦皇上 他说有办法 那就一定就是有办法啊 他是神机妙算 人称活诸葛孔明啊 李善长拼命给刘伯温戴高帽 让对方不得不接下这个烫手山芋 好在刘伯温早有了妙计 办法就是一个自戒 怎料话音刚落 李善长扑斥一笑 还以为刘大人有什么妙招 原来和自己一样也是戒 刘伯温却表示此戒非彼戒 李大人戒瓦让被戒的人好桃痛苦 但他则能让被戒的人喜笑颜开 应天成总共有十万余户人家 每家戒个两三片总有吧 只要皇帝给打个欠条 等十五天后昆山摇主的青瓦一道 再凭欠条将青瓦归还给大家 李善长认为这根本是无稽之谈 让皇上给百姓打欠条 传出去一定会成为千古笑柄 哎 李大人你可又错了 这叫千古笑柄啊 皇上借三五片青瓦都打欠条 这叫千古笑柄 这叫千古美谈 千古家伙 然而李善长又不甘心地问 十万余章欠条要写到什么时候 刘伯温早已考虑到了这个问题 明天就是祭天大典前恩科电视 总共有一千多个橘子呢 先来个书法大赛 每人写一百张千瓦诏书 再用上皇上新课的玉洗红武之宝 难题不就迎刃而解了吗 朱元璋直夸刘伯温足智多谋 第二天举子们都觉得新鲜 替皇上写欠条还是头一回 百姓收到欠条也都十分愿意借瓦 最终青瓦大殿如弃完宫 朱元璋回京途中 画家王吕当街拦架要高于壮 不料丞相李善长以冲撞圣架为由 直接命人将他一顿胖揍后赶走 刘伯温将一切看在眼里 回宫后朱元璋想请为画师 在兴庆宫里画条龙 刘伯温便顺势向皇上推荐了 江南第一上画龙者王吕 朱元璋听从了刘伯温的建议 还赐了一道写着奉旨画龙的皇领 然而王吕很快被一路追杀他的官兵发现 好在这个官兵脑瓜子不太灵光 抓住王吕后嘴里不断念叨 这让王吕感觉到了一丝生机 他灵机一动怂恿牙役去酒楼歇脚 几杯酒下渡后牙役不胜酒力喝爬下 王吕趁机把牙役剪成了光头 等牙役醒来时王吕已经逃之夭夭 牙役反应过来后一路追赶 最终在路人的指引下追到了李贤馆 没想到王吕是刘伯温六年前的旧友 于是在刘伯温的帮助下 王吕成功摆脱了牙役 经过询问后才知道昆山县令中宝私囊 将户部押送的银子占为己有 王吕因为发现县令贪污被一路追杀 两人说话间门外传来牙役的叫嚣 原来这个牙役一直在门口等候 怎料王吕出门掏出了凤纸画龙的圣旨 牙役这下也拿王吕没办法 只能执着地来回跟了他们十四天 但王吕始终手持圣旨让牙役无计可施 牙役只好求助顶头上司李善长 李善长给他出了一条主意 这个王吕画龙啊 是先画龙手 龙身龙尾 最后一天点睛 点睛前一天 他出宫的时候 手里就没有那个凤纸画龙了 就在倒数第二天的晚上 一个黑衣人悄悄潜入王吕画龙的宫殿 将悬挂着的凤纸画龙的皇陵偷走 牙役一看王吕手中果然没了圣旨 于是二话不说出是了代补公文 给王吕带上了枷锁手链 但流亡二人似乎早有预料一般 王先生 咱们昆山见 晚日昆山见命日 正是画龙眼睛时 第十六天朱元璋来观赏画好的龙 这才发现龙缺少了一双有神的眼睛 大臣画音刚落就发现自己说错话 立即跪下来抽自己的嘴巴 朱元璋龙颜大怒要长了画龙者 李擅长文言趁机火上浇油 表示画龙之人王吕是刘伯温推荐来的 因此刘大人应该连坐授法 但刘伯温似乎早有预料 他不慌不忙地问皇上当初 给王吕画龙的时间是多少天 而他今天之所以没有点上眼睛 不是因为脑袋不想要了故意不点 而是昨天被昆山县派来的差利强行逮捕 刘伯温当晚向朱元璋禀告了事情 朱元璋听说昆山县令贪污大幕 当场就要砍了狗关的脑袋 刘伯温连忙劝皇上不要急 目前证据不足不要打草惊蛇 给他足够的时间严加查访 一定能让案子水落石出 而朱元璋正好想巡视江南 便提出和刘伯温一同微赴私访 此时牙翼正压着王吕前往昆山 途中即将经过自己的家 牙翼想回家看望一下媳妇 不料差点发现媳妇在和人双排 老婆 老婆 开门呐 是我 不好 我相哥回来了 怎么会在这个时候 快开门呐 媳妇吓得差点魂飞魄散 连忙让船上的男人快点躲起来 自己则披了一件外套就急匆匆来开门 光头墙并没有注意到媳妇的慌张 因为门外还有犯人在等他 只能和媳妇速战速决 完事后光头墙贴心地为媳妇掖上背脚 随后心满意足地离开家 然而等光头墙一走远 女人就迅速招呼大胡子过来 大胡子提上裤子不认人转身要走 但刚要上马时发现腰间的银子被女人偷了 于是怒气冲冲地回去索药 但女人不承认是自己偷的 而光头墙回去后想起媳妇的脚丫子 还露在被窝外面肯定会着凉 就在光头墙即将破门而入室 大胡子情急之下一刀噶了她媳妇 夺回银子迅速躲到一边 光头墙正给媳妇盖被子时 发现对方已经被人抹了脖子 大胡子举起大砍刀对准光头墙 把光头墙下了一大跳 光头墙崩溃地跑出屋子大声喊叫 吃瓜群众纷纷出来围观 但他们都认为是光头墙杀了自己的媳妇 因为光头墙在外出拆长年不回家 她的媳妇不知道给她戴了多少顶帽子 倒霉的光头墙和囚犯被一同押送至衙门 县令发现囚犯亡旅还活着 差点吓得当场晕过去 因为这个囚犯掌握了自己贪污的证据 县令没办法只好将光头墙和王吕打入大牢 没想到几天后宫里传来了圣旨 朱元璋轻封王吕为宫廷化院侍找 县令接到圣旨只好亲自去接王吕出狱 不料王吕此时却摆起了架子 非要沐浴更衣去除晦气 并且让县太爷亲自牵马送她出狱 县令回去后觉得很为难 这时夫人突然跑进来嚷嚷 京城来的选秀官员四处射点 将未婚女子登入赛策 三日之内选送京城了 什么 县令的千金说什么也不肯进京城 这一辈子非画画天才王吕不嫁 县令文言灵机一栋顿时有了主意 王吕被换上了一身喜庆的婚服 稀里糊涂地被送进县令的府上 被迫和县令千金拜堂成了亲 然而王吕得知事情的来龙去脉后当场聚婚 县令千金羞愤不宜哭着跑了出去 自从昆山县开始登记未婚女子 全县城都在上演拉郎配 当父母的都想赶紧把女儿嫁出去 这样就可以免于进宫的命运 不知情的朱元璋和刘伯温已经抵达昆山 为了寻找昆山县令贪污的证据 刘伯温只能和皇上兵分两路 微服私访的朱元璋体察民情 才发现街上到处都是成亲的人家 于是便向客栈老板询问什么情况 热心的老板以为朱元璋是外地人便说 嗨 不是成亲 是抢亲 嗯 皇上下里 赵秀宇啊 咱们小小的昆山就得出二百云 家家带团有姑娘的 几乎是一网打尽 朱元璋为了打探情况走进客栈坐下吃饭 不料饭馆老板见皇上气宇轩傲 敬眼相众想让他做自己的女婿 朱元璋点完菜后 给了老板一定沉甸甸的银子 这下让老板更加认定 老朱是个多金的高官大户 于是连忙叫胖闺女过来瞧瞧未来相公 小胖妞对朱元璋十分满意 老板见状当即向老朱推销自己的闺女 朱元璋解释说自己已经有了妻事 但老板表示这都不是事 以客观的财力养得三妻四妾肯定没问题 朱元璋下的当场准备跑路 老板为了留住女婿不敢再多说 见说的行不通便打算下狠招 妇女俩联合将朱元璋灌醉 小胖妞迫不及待地将老朱送上楼 老板则吩咐下人请吹鼓手 今晚就拜堂城亲闹洞房 此时刘伯温办完事来到和皇上约定的客栈 得知皇上成了老板的女婿直接冒了 刘伯温望了望不省人事的皇上 又瞧了瞧对着镜子梳妆的胖新娘 顿时起了幸灾乐祸的心理 还要亲自给皇上戴上新郎帽 朱元璋迷离呼呼中听到了刘伯温的声音 刘爱卿 你来了 喝多了 喝到了都想当皇上 好事 小胖妞越瞧新郎越喜欢 忍不住给了老猪一个大口红印子 不料此时客栈外突然来了两个牙医 说这里有一个外地来的盗贼 盗取了1600两的官银 老板以为出手阔绰的老猪就是盗贼 便跪下来向官爷承认了错误 牙医冲进婚房要将朱元璋抓捕归案 朱元璋手脚并用将牙医轻松撂倒 见到如此威风且难有力脉此心郎 小胖妞顿时崇拜不以疯狂鼓掌 朱元璋酒醒后问小胖妞你谁 哦你就别装了 说完小胖妞指了指他们的婚房 朱元璋环顾四周顿感惊恐不已 于是提出让牙医还是把自己带走 刘伯温拦住热情的小胖妞 并转头告诉皇上等会就去救她 小胖妞将刘伯温扣在客栈要人 但晚上官兵前来将官服送来时 老板妇女才发现他们扣押的男人 就是当朝国师刘伯温 而抢来的新郎正是当今圣上 朱元璋被牙医送到了县衙 县令不认识朱元璋还坐死地让他下跪 本人只跪天地父母 岂可给你下跪啊 县太爷气急败坏当场命运仗责 平宗后的李善长听完突然觉得 此人的声音怎么那么像皇上 李善长仔细一瞧还真是朱元璋 他吓得直接两腿发软跪在地上 随后小胖吩咐县太爷也赶紧跪下 但县太爷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还一个劲让皇上下跪 还不赶快跪一下 你快给我跪下 难道非要用大型吗 我让你跪下 你刚才说什么 我让你跪下 激动的李善长直接推倒了屏风 场面陷入异常的尴尬 朱元璋好奇李善长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李善长只好狼狈地向皇上认罪 县令这下终于认出了老朱的身份 准备来捞人的刘伯温姗姗来迟 陈氏来捞 捞什么呀 捞捞 捞您大将 陈建家 建桂岛一地的衙役臣子们 刘伯温知道皇上已经自量身份摆平了麻烦 原来刘伯温和皇上来昆山微赴私房 除了体察明晴还要查一起 户部官营被盗的案子 朱元璋当即召唤了证人王女 王女指控宪令冯唐曾用50辆 买了一副冲衫居图 他发现银子上课有银匠刘十一的名字 正是官府通缉文道上标示的官营 然而冯唐拒不承认自己贪污 刘伯温为了让冯唐露出马脚 心声一记将他单独照进内堂 并在他的手上写了一个银子 然后将冯唐带到太阳底下 梨头三尺有神明 光天化日之下 不许撒谎 若要撒谎 看见没有 这个银子即刻消失 刘伯温转身吩咐牙役在一旁打沙包 并告诉冯唐等会一定要说实话 不然下场就和这沙包一样 刘伯温转身回到大唐审问县令夫人 巨不肯承认道义 刘伯温便开始了自己的套路 王吕啊 在 你问问冯唐 银子还在不在啊 好嘞 说 银子在不在 在 银子在 大点声 银子在不在 银子在 夫人误以为丈夫在严刑拷打下已经招过 于是当即说出窝藏观银的地点 冯唐并不知道自己被夫人出卖 还说自己没有说谎 刘大人不是说了吗 一撒谎这银子就没了 是银子在 那银子也在啊 刘伯温巧妙利用文字游戏 将县令夫妇耍得团团转 官兵们很快将官银搜出 冯唐这下终于认罪并且跪地求饶 与此同事昆山差利杀妻案已成铁案 正当贵子手准备行刑之时 真正的杀人犯费道大喊刀下留人 还主动站出来向监长官自首 不仅表明差利的媳妇是他杀的 还承认抢劫官吟也是自己所为 监长官将费道押回了衙门 原来费道才是整个案件的主犯 当初为了保命才将官吟分给了县令一半 逃亡路上见到差利的媳妇 便见色起义趁差利不在家和他打起了扑克 得知差利被人误会成杀妻犯 费道良心发现才决定主动自首 刘伯温念在他杀了一个该杀的女人 又救了一个被冤枉的好人 于是改判死刑为流放海南 县令夫妇则押入大牢隔日斩首 至此官吟被盗案终于了结 王吕洗刷了冤屈后回到兴庆宫 卫上未完宫的巨龙点上了双目 墙上的巨龙顿时栩栩如生 仿佛马上就会腾空而起 朱元璋正在和刘伯温讨论国家机密 没想到被一个工匠听得一清二楚 一滴红色墨水从工匠的笔尖滑落 不偏不已地落在了朱元璋的面前 两人抬头一看才知道有人正在偷听 刘伯温预感工匠即将性命难保 因为偷听皇上说话是杀头的大罪 朱元璋果然大怒当场叫来了监长司 质问他们为什么留了一个工匠在店内 刘伯温有意救工匠一命变道 刘伯温说完立即给监长司一个眼神 监长司很快领会了其中的意思 表示这位工匠其实是个聋子 但也是个非常出色的彩绘匠 高空上的工匠从始至终一言不发 但朱元璋还是不太放心 命远取个锣鼓来试探他 然而三生锣响过后 工匠依然无动于衷 朱元璋认为他在装聋作哑 当即命人把他强行拉下来 见工匠死活不回答自己的问题 朱元璋又想出个损招 他让人把工匠的眼睛蒙起来 然后双手架在竹竿上 工匠知道一旦 一旦怕疼会付出怎样的代价 可小命比起来一条胳膊算什么 太监一棒子狠狠朝工匠的胳膊砸下去 工匠立马发出凄惨的叫喊声 朱元璋见他没有一点防备 才就此罢手 被救下的工匠当晚来到刘府 感谢刘伯温大人的救命之恩 由于一只手已经被皇上打成了残废 工匠没了干活的能力决定回家 刘伯温提醒从今以后 他必须继续当聋哑人 哪怕刀架在脖子上也不能出声 否则会招来杀身之祸 工匠表示牢记刘大人的嘱托 刘伯温担心工匠回去的路上会遭遇不测 又命刘一取来一件铠甲穿上 外面背上一个血袋子以防万一 不料工匠回家的路上 还是忍不住哼了两句小犬 很快就有黑衣人出来行刺工匠 幸亏工匠有一身铠甲才逃归一劫 刘大人说的果然没错 刘一见工匠安然无恙出了城 便回去向刘伯温赴命 并且带回了那把刺杀工匠的匕首 刘伯温见到匕首顿时愁眉紧锁 因为保住了工匠的命 接下来就该保自己的命了 因为这把匕首正是出自皇上的亲兵与林卫 看来朱元璋还是不愿意放过工匠 如此一来刘伯温自己也脱不了干系 消息传到了马皇后的耳朵里 马皇后猜到朱元璋想杀刘伯温的心思 于是故意在老朱面前讲起了 汉刀组合张良韩信的故事 朱元璋听了这话心知肚明 马皇后这是将他比作了杀工臣的刘邦 第二天喝得醉醺醺的刘伯温 劈头散发地跑来要见皇上 但见到皇上没说上两句话 又一头栽倒了石子路上 朱元璋见到他滑稽的样子忍俊不禁 随后让人将他扶起来 但刘伯温趴在地上不肯起来 还说自己犯下了欺君之罪 就这样刘伯温靠装疯卖傻 成功从皇上嘴里套出那句 震恕了你的欺君之罪 刘伯温坐上马车返回故乡休假 没想到迎面遇上了碰瓷界的祖师爷 这马车孤路都还没有碰到他 老头就立马狠狠摔在了路边 刘伯温见状赶紧扶起老头 好在老头起来后并没有闻人 只是说自己要去金华找儿子 但现在这腿恐怕是走不了 刘伯温知道这是要搭顺风车的意思 反正自己也要路过金华 便好心将老头扶上了马车 但意外很快又再次发生 大火来到一片树林歇角 刘伯温发现帐篷被人割了一道口子 他急忙打开放观音的箱子查看 果然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皇上清班的观音竟然不翼而飞 刘伯温立即来到帐外查看随行的三人 刘伯温是自己知根知底的义子 没有作案动机首先排除 剩下碰瓷的老头和皇上派来的保镖大李子 正当刘伯温思考是谁时 这时老头端来一碗茶水 刘伯温为了试探故意没端稳 怎料老头子身手十分敏捷 迅速接住了掉落的茶杯 这让刘伯温产生了几分怀疑 刘伯温得知异负的观音丢失 于是半夜趁上茅房的功夫对二人试探 大李子下意识掏出匕首的动作 让刘伯认定此人是个恋家子 观音一定就是大李子偷的 但刘伯温却让他不要那么肯定 那老头也不是个简单的人物 刘伯温问观音丢失会有什么下场 好 这罪罐可大 一枚丢了的观音 那能干的事可太多了 这么跟你说吧 就凭一张加了印的白纸 你丢印这关死定了 刘伯温听完吓得一击灵 有人要在背后陷害一副 当即就要把另外两个人抓起来 但刘伯温料定偷印之人 明日清晨就会把大印悄悄送回来 为什么呀 你想啊 明天到哪了 到了金华地界 你不得出事录影啊 录影和印是搁在一块的 想不露出马脚 他必须赶在这个时间之前 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想 刘伯温第二天自导自演了一场火灾 慌乱之中果然有人露出了马脚 刘伯温招呼大伙帮忙搬东西 碰瓷老头静止抱起放观印的箱子 自以为能神不知鬼不觉 殊不知刘伯温父子俩目睹了一切 正如所料观印已经放了回来 刘伯温经过这次试探终于 确定偷观印的就是碰瓷老头 如果不出预料老头手上现在 一定有一封盖了预印的夹集 重要信件还没有来得及寄出去 为了得到老头手中的信件 几人来到一家饭馆吃饭 刘一按照刘伯温的指示 带了一帮人冲进来抓贼 壮汉趁机调包了老头的信件 见计划得逞后壮汉们便找借口溜了 朱元璋很快借到大臣弹劾刘伯温的折子 说刘伯温私用观印假传圣旨 而且还口口声声称有物证 没想到物证已经被刘伯温掉包 不知情的礼善长政准备到 皇上面前狠参刘伯温一本 不料看到物证时直接傻眼了 朱元璋早已看出其中的把戏 定是有人要陷害刘伯温 结果被反将一军 朱元璋嘲讽了一句玩砸了转身离开 只留下李善长愣在原地 与此同时刘伯温看了一眼 真正准备上达天厅的奏折 心里不禁感叹皇上要是见到了这折子 自己的脑袋砍一百遍也不够 自从被刘伯温用小木盒恐吓了之后 李善长每天都觉得心魔缠身 于是想找当地有名的王神仙去去晦气 王神仙对这些达官贵人的心里摸得很透彻 过来无非就是想听一些吉祥话 于是王神仙上来就对李善长一顿夸 哎呀 丞相大人真是天庭饱满 地阁方圆 李同关一悬胆 真是大跪之相啊 说罢还要给李善长看看首相 王神仙故弄玄虚地告诉他 丞相眼中有双瞳 虽然王神仙的彩虹替拍得很到位 但李善长似乎并不吃这一套 王神仙没办法只好使出了看家本领 他转身叫人取来了道具 随后烧了一张纸放在道具上 将盆倒扣在上面开始施法 打开一看就是一堆金元宝 这下终于成功将李善长虎住 然而这个王神仙并不是什么善差 刘伯温早已听闻了他的大名 于是来到王神仙的府外打探情况 刘伯温问路边小摊的老板 王神仙究竟是什么样的人 老板一时间也说不好 有人说他是神仙下凡 也有人说他是妖魔鬼怪 还有人说他是骗他 刘伯温顿时对王神仙来了兴趣 胡料吃完饭后发现没带零钱 几人正在和老板周旋时 一位小伙主动替刘伯温付了饭钱 刘伯温转身一看竟是上次 被自己救下的工匠小五 小五为了报答刘伯温的救命之恩 就邀请他们到自己家做客 刘伯温从和小五的谈话中得知 王神仙曾经竟然强占了小五岳父的地痞 老丈人距离力争无果后 很快就离开了人世 大舅子要为父亲讨公道 怎料官官相互无人替其做主 大舅子经历种种后也变成了疯子 刘伯温见到疯掉的大舅子心情复杂 下定决心要好好惩治王神仙 他先是让工匠出身的小五 为自己量身定做了几套道具 随后又让干儿子刘伯去王神仙的府上 悄悄学习那些骗人的招数 刘伯温回去后一五一时地告诉了老刘 刘伯温经过一番琢磨 终于搞清楚了其中的猫腻 于是换了一身道士的行头 也开始在大街上摆起了摊 横店一天五十的群演全都前来围观 刘伯温装神弄鬼的表演戏法 王神仙正闹闷人都到哪去了 家仆告诉他外面来了个踢馆的 王神仙就好奇是谁抢自己的饭碗 当即就要过去看看情况 只见刘伯温一阵神神叨叨的操作后 空瓶子里竟然变出了穷将欲录 吃瓜群众纷纷直呼审了 旁边还有干儿子刘一棚梗 我家神仙这次变了酒 大家绝对免费喝 老爷们喝了之后年轻十岁 大娘喝了之后保管变成小姑娘 此话一出百姓都抢着 要喝刘伯温手中的神酒 这一幕被王神仙看在眼里 王神仙回到府上深感遇到了职业危机 于是命人快去砸了刘伯温的摊子 但理智的老管家拦住了他 咱毕竟是有身份的人 公然砸了别人的摊子 只能说明咱们小心言子 不如直接和他打擂台比试一场 到时候还不把这假货 打个屁滚尿流 灰溜溜的滚蛋 王神仙对自己的法术很自信 当即吩咐管家去搭擂台 准备和刘伯温一决高下 但他万万没想到自己马上就要丢大人了 这是明朝大型魔术表演翻车现场 原本想变出一堆银子的王神仙 怎料被刘伯温换成了马粪 底下的围观群众顿时炸了锅 在百姓中极具威望的王神仙 变出马粪的那一刻彻底跌下神坛 王神仙因此气得一病不起 但刘伯温并不打算这么轻易地放过这个到处行天 涂财害命的王神仙 于是刘伯温再次打扮成道士主动找上门 提醒王神仙即将有血光之灾 王神仙听完不懈地笑道 然而就在家丁准备把刘伯温绑时 门外突然闯进来一位满身番茄汁的家丁 说后院的墙上和门上到处都是血 王神仙迅速去查看情况果然触目惊心 这时楼上突然来了一个白衣鬼魂 口口声声称要找王神仙索命 王神仙吓得差点尿裤子 这下不得不信刘伯温口中的血光之灾了 于是毕恭毕敬地问刘伯温 可有法子破除血光之灾 刘伯温故作高深地告诉他们 必须让全府上下一起祈祷才可以 惊魂未定的王神仙赶忙叫来的所有人 与此同时刘逸和大离子按照计划 悄悄潜入了王神仙的密室 将他坑来的钱财洗劫一空 管家意识到有点不对劲 于是请主子和他去瞧一眼密室 王神仙一看小金库竟然都没了 气急败坏地他准备给刘伯温碗点阴的 二话不说往茶水里放了孔雀胆 随后装作殷勤地递上了茶水 刘伯温闻了一鼻子就知道有多 王神仙哪管这么多直接把茶递上 刘伯温叹了一句天意不可为 和王神仙一同喝下了茶水 两人意味深长地互相对视了两眼 刘伯温突然起身跟他摊牌 你刚才吓的那个毒 原本是想毒死我的对吧 可他现在跑到了你的肚子里 王神仙自然不相信他的话 怎料刘伯温转身就问他 现在是不是感觉胸有微热 继而头晕目眩头重脚轻 王神仙转了一圈差点没站稳 所有症状都和刘伯温说的对手 王神仙吓得双腿一软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并求刘伯温救他一条性命 刘伯温见对方上套准备好好捉弄他一番 王神仙听完就迫不及待地准备上嘴舔 但刘伯温告诉他这只能缓解毒性 要想解毒必须步行至山上五十里的道观 到时候自会刺他解毒仙丹 前提是不能喝一口水吃一口饭 而且这双鞋必须顶在头顶 王神仙按照刘伯温的要求 果真徒步走了二十五公里 不吃不喝连嘴皮子都干巴裂了 时不时还舔舔鞋子上的红绳 不知走了多久终于见到了传说的道观 王神仙走进去一看这道观的神像 竟然和刘伯温长得一模一样 于是立马下跪向大神求仙丹 王神仙没想到神像竟然开口说话了 还伸出一只四十二码的大脚 管家下得赶紧把鞋子给大神穿上 刘伯温穿上鞋子后告诉他 想要解药没那么容易 管家无奈之下把百姓全都找了过来 王神仙向大伙承认了老底 坦白自己从前是给人把火灌的济世 不是什么从额没修炼得到的 并说出了自己如何忽悠人 和抢占百姓土地的勾当 围观群众听完怒不可遏破口大骂 张小五借此机会为自己的 老丈人和大舅哥讨回了公道 还要求王神仙把骗来的金银财宝 全部如数还给当地的街坊四邻 王神仙倒台的消息很快传到了 李善长和胡维雍的耳朵里 胡维雍总觉得事有蹊跷 担心这件事和刘伯温有关系 于是他决定去精华一探究竟 而王神仙自从中毒后整个人都磨争了 每天都神神叨叨地在念咒语 管家劝他休息一会都不听 白云大神说了 这神咒每日需得念七七四十九遍 方能将我身体里的毒药 去掉百分之一 老管家看着自家主人不正常的状态 心想该为自己另谋一条出路 此时胡维雍来到了王神仙的府上 告诉老王一定是被人给骗了 王神仙仔细回想也确实一点重重 于是就带胡维雍去了白云观 奇怪的是他们发现道观 突然变得异常冷清 连日日供奉的神像也被遮了起来 胡维雍扯开不一看那大神 赫然就是刘伯温的模样 心想果然不出他所料 胡维雍立即状告给朱元璋 说刘伯温私自建造庙宇为自己诉神像 胡维雍非要请皇上来看神像 怎料不条拉开后却变了一个人 朕的眼睛再花 刘伯温的脸朕还是认识的吧 这 这不对 不对啊 胡维雍的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 但朱元璋实际上早已猜出了结局 论斗心眼胡维雍根本不是刘伯温的对手 朱元璋走进道观让刘伯温快出来 刘伯温只好从神像背后现身 还给皇上变了一段现学的戏法 朱元璋被哄得哈哈大笑 想起来马皇后特地带来的馅饼 一口下去却咬到一块铜钱 刘伯温脸色大便跪地认罪 朱元璋理解刘伯温所做的一切 不过是想以毒攻毒 惩治装神弄鬼的王神仙 因此并没有对其示意惩罚 刘伯温告假回老家探亲 没想到家乡的官道却是一路泥泥 刘伯温的义子留一脚底一滑 摔了个屁股堆开花 这什么破路啊 也没人羞羞 这我摔地几个跟头了都 刘伯温回头瞧了一眼 坑坑洼洼的官道 心里五味杂陈一言难尽 于是回去给青田县太爷写了一封信 特意交代他从官道走过来见他 县太爷一路辛苦地走到了目的地 刘伯温见到他就是一顿教训 问他为什么不维护修上官道 县太爷表示自己也知道要想复仙修路 但是上面派下来的拨款杯水车薪 修了也和没修一样 地方的附护更是指望不上 本县的附护们 吝色守才 刘伯温灵机一动立马想出了一个招 能让地方富人争先恐后的筹款 很快青田衙门出了一个告示 上面说刘伯温返乡途经九都岭多次见到一招 顺关风水发现多处买有聚财奇宝 如果有发现奇宝的上交给衙门 钱财归自己另外还有丰厚奖赏 大伙一听是神机妙算的刘伯温所说 都相信九都岭真的有宝贝 就在这时刘伯温请来的托刘义 怀抱一捆东西跑来献保 嘴里还直嚷嚷着发大财了 乡亲们不认识这个心爱的刘义 纷纷要求他亮出宝贝瞧瞧 县太爷听到动静出来凑热闹 怎料刘义将粗布打开后 里面竟是一片破草席和一个破碗 县太爷配合刘义的表演 怒斥他在戏弄本县官 刘义表示自己本来也不相信 但经过刘伯温的鉴定后才信了 刘大人说 昔日鲁埃公命席已问孔子 这就是孔老夫子当年做过的洗衣品 这都没有说错 又说此碗乃商骤王石 宫廷内藏 刘义和县太爷两人唱起了双簧 把看热闹的吃瓜群众忽悠的一套一套的 见刘义欢天喜地的进去领赏了 大伙也纷纷回家扛上家伙 兴致高昂的加入挖宝行列中 挖到点破烂都当成宝贝 突然有个人挖到了一片破席子机动部 这块不是孔子的 那说不定就是鲁埃公的 别怪是谁的 这下你可发财了 全民挖宝一时间形成了一股热潮 富商乡身们想独占这个便宜 于是一起联合到县太爷面前诉苦 说百姓全都去挖宝不种田 到时候收不上粮食也没法浇水 所以他们想了个好办法 表示愿意主动出钱雇人修路 只有我们的故宫才可以在那条道上挖 不 修路 修路 大聪明差点把心里话说了出来 殊不知都掉进了刘伯温社的陷阱之中 县太爷继续引大伙上钩 说挖来的宝贝必须上交衙门 因为官道下的宝贝属于共有财产 乡身们还以为县太爷也想捞一笔 当即表态不会少大人您的内奋 县太爷就问万一挖不到吗 大聪明们当场就不服了 太爷 您太小看我等着人品了不是 难道我们就是为了钱财而来的吗 经过一番商议后双方当场立下自举 富商们屁颠屁颠地跑去挖宝 怎料挖了几天只挖出了一些垃圾 被耍的感觉顿时涌上心头 但他们相信刘伯温的话不会出错 于是纷纷上门找刘伯温健保 一场搞笑的健保大会即将上演 他得以洋洋地打开一层层黄布 瞧瞧 家传五代之质宝也 这是什么呀 古有西尊 相尊 我这叫宝贝 那可是相尊中之 马尊也 相尊是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工艺 刘伯温表示相尊多像牛羊 也有飞禽走兽和麒麟凤凤凰 但从未听说过有马尊的 大豹牙还觉得刘伯温没见识 说你现在不就见到了吗 咱这个事物以稀为贵 所以称之为至宝 刘一忍不住在旁边笑出了声 大豹牙立马就不乐意了 这可是传了五代下来的古堡 你这样的凡夫俗子怎么能欣赏得来 刘伯温本来还想给他点面子 没想到大豹牙执意要丢脸 用这玩意的时候记得点灯 大豹牙迷惑地问他啥意思 身后的观众顿时哄堂大笑 人家企业的东西他还当个酒杯式 豹牙修得想当场找个地缝钻进去 他一把夺回了自己的传家宝 然后不信邪地朝里头闻了闻 那味道简直让人终生难忘 气得豹牙直接将马子摔了个细巴烂 然后灰头土脸地回到了座位上 第二位上场的是一个八字虎 他将一个龟壳一样的东西放了上来 说是自己平时饮酒用的宝贝 现在掏出来让刘伯温开开眼界 怎料刘伯温一见到这东西眉头紧锁 反复确定他是用来喝酒的吗 八字虎反问他知不知道这是什么 八字虎见刘伯温说不出什么名堂 便主动向大伙科普知识装备 表示这就是古代的青铜商都知道王羲之的蓝亭集续吧 一商一拥一足以畅旭幽情 这可是文化人都知道的东西 你刘大人不会不知道吧不会吧 刘伯温憋笑都快憋出内商 问他如果这个宝贝叫商 那上面两个孔是干什么用的 八字虎虽然说不出来但是很不服 于是刘伯温招呼他过来瞧瞧 如果这宝贝的两个孔掺上一根绳 挂在身上什么部位最合适 大胡子不自觉地开始比划起来 底下的观众又是一阵哄堂大笑 大胡子的老婆坐在台下 感觉脸都被丈夫丢进了 此时旁边的刘姨又补了致命一刀 话还没说完他老婆就坐不住了 冲上来揪住大胡子的耳朵 大骂他花了一百两白银 买了这么个下三滥的玩意儿 说完就在大庭广众之下撒起破 大胡子为了捡回一点面子 不管三七二十一和夫人应当 结果夫人取下一根簪子就要和他同归于尽 健保大会在欢声笑语中完美结束 没想到这一切都在刘伯温的预料之中 通过制造九都陵有宝藏的舆论 让当地的土地主为了寻宝 主动出银子给地方修路 如此一来寄一分钱梅花 就修好了家乡的道路 同时又惩治了这群唯利仕途的富商 一位大伯在县衙外大声喊冤 刘伯温接过壮旨正准备询问时 却被当地的县令立即拦住 大人 这个案子 大人 可是接不得呀 这是为何呀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请大人压力说吧 两人刚要转身离开 跪在地上的大伯又开始给自己加息 歌颂刘伯温大人是在世包青天 刘青天一定会为自己做主 然而县令却跟耳朵聋了一样 根本不管大伯说了什么 直接将刘伯温领到了县衙的侧门旁 只见墙上有几行模糊的自己 上面是上任县令留下的话 上任之县正因查了这个案子才辞官还乡 如今上头已经明确规定 此案了结不能再次审理 刘伯温顿时勾起了好奇心 于是问县令是否还留有案底 县令无奈地摇摇头 刘伯温只好让他带自己到案发现场看看 县令一边带老刘赶往 三年前张青遇害的街道 一边讲述当时发生的具体细节 死者张青带着跟班进城买药 跟班去旁边的铺子买香料 那张青自己站在这路边等着 结果等跟班出来一看 张青已经死在了这里 喉咙被割断浑身是血 刘伯温环顾四周顿感蹊跷 这条街虽然说不上繁华 但也不至于一个目击证人也没有 然而县令却说还有更蹊跷的 正当众人过来围观张青之事 刚刚那位喊冤的大伯将成闯进来 仰天大笑直呼杀得好杀得好 这一系列反常的行为让人难以琢磨 刘伯温让县令先将大伯留下来 以便之后查案询问一些有用信息 经过仔细回想上任县令写在墙上的话语 刘伯温料定他已经弄清了来龙去脉 并且已经分析出谁是凶手 但刘伯温认为这种操作难度较高 于是很快想出了第二种可能 但凶手不管怎么说也要离开现场 即使不被人看见也要留下蛛丝马迹的 第三种可能雇凶杀人 当然也不排除贼喊捉贼的可能 凶手就是前来报案的江城 刘伯温的大脑CPU都快烧坏了 思来想去还是决定找大伯问问 看看能不能套出点有用信息 果然这一问才得知张青是江城的女婿 但她却是个冒名顶替的女婿 娶江城的女儿只是为了谋她家的钱财 当年江城和好友王仁志 为子女定下了娃娃亲 但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王仁志夫妇相继染上恶极而亡 没想到三年后王仁志的儿子带上信物 要按照约定求娶江城的女儿江家燕 后来才知道这女婿是冒牌的 真实身份是王仁志伙计 张德发的儿子张青 江家燕一气之下要用剪刀刺死张青 不料手一斗扎在了屁股上让张青脚信跑了 张青很快在街道被人杀害 巧的是江家燕在同一天晚上上吊自尽 最后宪令判定江家燕就是凶手 此案也就因此不了了之 张青明明死于凶杀 而凶手呢 却是一具丢了的尸体 这案子断了 为了查找杀害张青的真正凶手 刘伯温派一子刘毅 去张青的老爹张德发家打听情况 但张家一听说是江家来找人 立马放了一条狗将刘毅给赶了出去 刘毅没完成任务 正愁如何向刘伯温交代时 接遍一个算命瞎子号称博古通经 天下没有他不知道的事 于是刘毅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 向他打听街东头的老张家 而算命瞎子恰巧对张德发的底细一清二楚 便一五一时地告诉了刘毅 怎料刘毅听完却不想给银子 两人争执之下闹到了刘伯温面前 算命瞎子得知是刘伯温大人立马就不想了 扑通贵倒在地说有冤情禀告 原来算命瞎子就是老王家真正的儿子小王 本应该迎娶江家燕的人是他 却被张德发的儿子张青抢了媳妇 而张家一家似乎有遗传基因 张德发之后又抢了张青的媳妇 刘伯温得知后当即传召了张德发和张王氏 但张德发只承认谋财不承认害命 反正张青已横死街头死无对证 张德发便把所有罪责推给了儿子 却不知自己说的话漏洞百出 刘伯温的连环质问让张德发哑口无言 但他依旧死鸭子嘴硬不肯承认 刘伯温一怒之下命远用大型伺候 张德发见刑具上来吓得瑟瑟发抖 只好说是自己见老王染上恶极才起了贪心 刘伯温随即传召了算命瞎子小王 小王撕下胡子露出真面目 张德发简直不敢相信主人的儿子还活着 小王表示自己的双亲并不是病死 而是被贪图王家家产的张德发下药毒死 说罢小王还掏出了毒药的秘方 人证物证据在 张德发谋害主人是实锤了 但其中牵扯的案子并没有结束 刘伯温又省起了一旁的张王氏 张王氏试个话搂子一张口就杀不住车 并且还自以为自己的话术天衣无缝 怎料聪明反被聪明误 我从小就跟着我爹杀猪宰羊 亲自动过刀子呢 是图户出身 那一刀子下去 鞋子可远了 哗啦啦的流 杀过人吧 那当然了 还不都一样 张王氏虽然说错了话 但拒不认罪 心想这已经是陈年旧案 早就没了证据 却没想到刘伯温掏出了 从深井里打捞上来的凶器 张王氏当场贪软在地 无话可说 所以张青案的真相只有一个 那就是张德发和儿媳联合杀掉了张青 朱元璋带刘伯温和李擅长 微服私访 怎料街上近一个人也没有 朱元璋一问才知道 是李擅长为了讨好自己 提前下了进阶令 微服私访 微服私访 访的是什么呀 访的是事情 看的是民意 这道 一个人都没有 李擅长讨好不成 反而扫了朱元璋的兴致 就在朱元璋正准备打到回府时 刘伯温拖住皇上要再逛逛 说不定能碰上几个人了 果然没过一会 见到一个小伙从三人面前路过 刘伯温当即把人叫来问话 但小伙似乎有点不太乐意 啥事啊 朱元璋好不容易逮到一个小老百姓 为了体现自己爱民如子的形象 对小伙那是虚寒问暖体贴入微 怎样小伙反说老朱是闲吃萝卜但操心 几句话让朱元璋顿时感觉没面子 等小伙走后李擅长却大笑起来 都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你看方才那个人 皇上就是那么问 也没问出半句的不好来 这说明什么呀 按你牢里又如何借替法位 这说明了皇上治国有方啊 说话尖门外又走来一位百姓打扮的锅炉人 李擅长立即将他叫进了屋 还问他对皇上心证有什么看法 刘伯温一瞧此人额头有关冒压的痕迹 猜测是李擅长特意请来演戏的 果不其然他一张口就开始 疯狂拍大明皇帝的马屁 这夸张的演技让朱元璋尴尬的 能直接在原地抠出三事一听 朱元璋虽然没有拆穿李擅长的把戏 但也不想再看他粉饰的太平盛世 三人逛了一圈准备去吃韭菜盒子 眼看皇上朝饭馆这边走来 官兵竟然将饭馆内的百姓全都赶了出去 只有一对母女始终不肯挪身子 小女孩不停嚷嚷着要吃饭 年轻母亲面带愁容一声不吭 朱元璋到了地方后很快注意到他们 这孩子的脑袋上 额上落了根大草 那是卖身的草标 朱元璋转过身就质问李擅长 刚才不是说天下太平了吗 怎么还有人在卖卖女呢 李擅长无奈地告诉皇上 不管哪朝哪代都少不了买卖孩子的事情发生 说罢就急忙要将母女赶走 朱元璋及时拦住了他 还让女子说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故 才逼得他卖掉自己的亲身骨肉 女子一听说面前做的是皇上 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说自己来京城是要状告一个人的 但要等他把女儿托付给一个好人家之后再去告 大伙就好奇他要状告何人 怎料女子说了一句话震惊所有人 说呀 怎么这么吞吞吐吐的 你告谁 我要状告皇上 朱元璋心想关我什么事 正要仔细询问前因后果 然而女子还没说完就晕倒在地 刘伯温好心将他带回了府上 女子醒过来感谢刘伯温的救命之恩 并将事情圆委缓缓道出 原来他要状告的是皇上的亲外生 也就是太原长公主的儿子王庆 难怪一路状告到京城都无人敢接 听说京城有位清官刘伯温不畏权贵 所以他想找刘伯温替自己做主 刘伯温知道这又是一桩疑难案子 正当他犹豫要不要接手时 一子刘一却直接替他接下了 这桩子我先替刘大人接下 如果我家先生实在办不了 我再还你 放 放肆 在刘伯温的帮助下终于有机会 向朱元璋诉说了自己丈夫的冤屈 但他没有说罪魁祸首就是皇上的亲外生 不知情的朱元璋要为女子做主 这地方恶霸勾结官府 肆无忌惮的谋财害命 看来这励志整顿是刻不容缓的 皇上 这恶力背后它必有恶人呢 到时候一定要把这恶人给我提了 这要亲自审他 听到朱元璋要亲自审理此案 刘伯温一个甩头示意他可以说了 蒋玉珍这才说出那个恶人 就是皇上的亲外生王庆 然而刚刚承诺亲审案件的朱元璋 听到是自己的亲外生却装起了糊涂 左右为难的朱元璋只好 让李善长给自己出个主意 李善长告诉他办法就一个自托 逃避虽然可耻但是有用 只要皇上不主动提起这个案子 久而久之底下的大臣也不敢再问了 朱元璋思前想后认为 也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了 于是二人商议干脆装病不见 刘伯温几次求见皇上都吃了闭门羹 蒋玉珍得知后心会意冷 决定不再麻烦刘伯温 正当蒋玉珍带上孩子离开时 不巧被从皇宫回来的刘伯温见到 尽管刘伯温再三提出挽留 绝望的蒋玉珍依旧要走 刘伯温只好送上一些银两 以免他再次想不开要卖孩子 怎料蒋玉珍收到银两后彻底崩溃了 你女一家两口的性命 就吃这些个银两 大人的官生良心 就吃这些个银两吧 别办 蒋玉珍 就凭你刚才这句话 明日早朝 老父再为你做最后一争 第二天朱元璋正准备宣布退朝 刘伯温却说自己还有本要揍 李擅长用脚趾头想都知道 刘伯温要揍爆的是什么 于是拼命拦住他不让上走 指点预讯 在 刘伯温无视规矩 扰乱朝纲 该当何罪 李大人 朝堂之上大臣揍本 何罪之有啊 两人在朝堂上吵得不可开交 朱元璋知道今天不让刘伯温讲出来 这个朝是铁定退不了的 无奈之下只好又坐回龙椅 李擅长想让大臣全部退下 不料又被刘伯温阻止 今天他还就准备在大臣面前 好好讲一讲皇上亲外生的丑闻 此时朱元璋已经怒不可恶 与其让刘伯温当众讲出 不如自己先开门见山 说吧 是不是长公主儿子的事情啊 那女子曾言要告证 你又想跟着出什么风头 想当着重大臣的面前 还和皇上吧 见到朱元璋的语气里充斥火药味 大臣们都开始跟风攻击刘伯温 说他没得做臣子的样子 刘伯温今天算是豁出去了 完全不管大臣们的看法 执意要皇上秉公执法 不能因为罪犯是某人的外甥 就网开一面 朱元璋心想你直接点我名字呗 那你就明说了吧 是朕的外甥王庆 李擅长赶紧在中间打圆场 让刘伯温不要信口刺皇 光听蒋玉珍的一面之词 就要将皇上的亲外声定罪 说话都是要讲证据的 没想到此话一出 刘伯温直接请旨 表示自己愿意亲父勘察 如果查出来了王子犯法 与庶民同罪 没查出来就自愿辞官还乡 此刻的刘伯温如同送辞附体 势必要替好人平反冤屈 没想到到了地方 刚准备开堂审案 县令就贴心地给他找了三个证人 他们口口声声称好清田 与受害女子常年 和皇帝外甥王庆没半点关系 刘伯温一眼识破 或者是县令找来的演员 果不其然经过一番简单的盘问 三个证人知道自己的话漏洞百出 无奈只好主动向刘伯温谈来 他们都是被县太爷逼来的 大人 小的要是不来 县太爷说 明年的祖子加倍呀 要是来了呢 减半 大人恕罪 刘伯温当即派人将三个证人拖了出去 至于县令的罪过暂时记下 等到结案实在一定处理 因为现在他必须协助自己调查案子 记录上说 那女子上吊之后 你们做过尸检 做过 那他就已非是处子之身了 得到县令肯定的回答 刘伯温直接登上了颂词的大号 下令明日开关验尸 证明受害女子的清白 其实他表面上说开关 实则是给县令下套 果然县令听到后决定先下手为强 趁夜色派人提前挖坟袍尸 随后又收买吻婆替自己造吻症 是谁挖出来之后 你要把女子弄破 然后拿银子走人 不要跟任何人提起 县令自以为计划做得天衣无缝 殊不知神经妙算的刘伯温 早已在此等候多时 正当众人准备打开棺材板时 刘伯温立即现身将大伙抓个现行 历史中成刘伯温大人在此 还不住手 大人饶命 早就知道你有这手 还有何话讲 县令这下终于知道自己 根本不是刘伯温的对手 便坦白自己所作所为 都是迫于无奈 因为皇帝外甥实在得罪不起 刘伯温将县令带回了京城 怎料第二天就接到了皇上的手谕 要将长都县令带往本位收押 原来丞相李善长为了销毁证据 想要杀人灭口来得死无对证 所以请朱元璋降旨将人从刘伯提走 刘伯温面对圣旨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他知道这唯一的证人保不住 蒋玉珍状告王庆案很快开审 朱元璋作为王庆的舅舅亲临公堂 按照大明律法百姓告官不管是非 都要先打原告二十杀威棒才能问话 刘伯温故意为蒋玉珍求情 让朱元璋看在原告是个女子的份上 不如免了他这顿皮肉之苦 但不知有诈的老朱声称要秉公执法 既有法条便不可因人而异 这杀威板子嘛 朕认为还是要打的 要的就是你这句话 铁了心要告官的蒋玉珍 根本不在乎这二十版 只希望皇上依法办理此案 既有法条便不可因人而异 就这样蒋玉珍被活活打了二十杀威棒 在上公堂时已经遍体鳞伤 直到这时被告才晃晃悠悠上了公堂 见过皇上舅舅 见过李大爷 王叔近来可好啊 后台应得王庆说话就是硬气 但刘伯温可不惯着他 直接让蒋玉珍揭露王庆的恶行 王庆自然不会承认 刘伯温想叫长都县令出来作证 却没想到县令竟已在牢狱中自尽 显然是李善长暗中下了毒手 臣有本起奏 所奏何事 长都县王庆一案 恳请皇上重开此案 坐在笼椅上的朱元璋眉头紧锁 显然是不想把皇师的丑闻公之于众 丞相李善长赶紧出来打圆场 告诉刘伯温这件案子已经三审计案 没必要一直拿出来反复说 但刘伯温却说这次的原告是自己 臣不告王庆 臣告皇上 这可不是犯上法吗 大胆刘伯温 你告这什么 王庆犯法 皇上袒护 说完跪下从绣筒中取出诉状 就问皇上敢不敢接下 刘伯温知道顶撞皇上已经犯下死罪 但他甘愿一死也要为您请命 朱元璋无奈只好接下壮旨 同时宣布将刘伯温押入天牢等候处决 马皇后听说老朱要杀刘伯温 劝他一定要慎重考虑 你要是杀了刘伯温 你含的就是全天下读书人的心啊 可你要是杀了庆儿呢 咱对不住的只有那死去的老姐姐 孰轻孰众 皇上你自己掂量吧 朱元璋听完陷入了深深的思考 如果王庆不是自己的亲外生 朱元璋心里对蒋玉珍充满了亏欠 就连晚上做梦都梦见阎王 将自己打入了十八层地狱授法 老朱猛被一下子从梦中惊醒 最终决定重新审理蒋玉珍一案 皇帝外甥王庆再次被传唤至宫堂 这还没完没了啊 见过皇上舅舅 见过丞相李大爷 跪下 哦 跪就跪 王庆调戏名女嫁祸给蒋玉珍丈夫 已成了众人心知肚明的事实 只是没人敢站出来做人证 好在刘伯温这次已经抓到了证据 他问王庆嘴角的伤口是怎么得来的 王庆随口说是吃东西划破的 刘伯温却一口咬定是被人咬伤所致 而咬伤她的正是被气调戏的那名女子 人咬牙印 自与别物不同 我就说是猫咬的狗咬的 我就是个猫结唇和狗结唇 你怎么着啊 见王庆一副得意无所畏惧之态 蒋玉珍立马上前狠狠咬了她一口 恨不得将她的肉都咬下来 只为证明王庆嘴上的伤口是人的牙印 王庆不承认调戏受害女子 反污蔑女子长期与别人 但刘伯温却称受害女子一直是清白之身 王庆心想那女子反正已死 就要刘伯温把证据拿出来 刘伯温将当初开关验尸的吻婆请了出来 王庆一见吻婆就知道大事已去 于是老老实实地招供了全部 唯独不承认自己杀了人 刘伯温发现她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当即把义子刘伟叫了进来 原来刘伟在长都县令家中搜出了 王庆指使县令杀人灭口的亲笔书信 朱元璋接过书信一看证据确凿 真是个孽障 还有什么话可说 啊 我是 我是杀人了 那舅舅 您在我死去娘亲的份上 您就饶我一命吧 自古杀人偿命欠债还钱 你让朕怎么饶你 李善长灵机一动 想起长公主的腹上 应该有皇上亲赐的铁券单书 按理说可以免王庆一死 朱元璋顺坡下吕表示 死罪可免活最难逃 两人一唱一鹤想饶了王庆 刘伯温可不答应放过他 直接问王庆家有几部铁券单书 一部单书只抵一命 此案涉及五条人命 一部铁券单书 你准备抵哪个呀 所有人都在等皇上表态 朱元璋思量再三最终含泪说出斩字 至此蒋玉珍终于为父陈渊得雪 百姓的农田一夜之间被全部破坏 只留下一堆巨型动物脚印 官府认定是石马成精在作祟 刘伯温被朱元璋派往顺天府执行公务 恰巧经过这个神秘的村庄 发现此处土地肥沃却没有人耕种 刘伯温不禁对此产生了疑惑 于是就在附近找了一户人家借宿 顺便打听一下土地荒废的原因 我看官道边上 闲置这大片土地啊 为什么料荒了不种 哎呀 不是不种 是不能种 刘伯温就好奇了 这些田地可是上好的良田 为什么不能种呢 大伯无奈将石马成精的真相说了出来 正是因为石马惊险临时常踩踏良田 许多百姓才不得不废弃良田另谋生路 刘伯温在大伯的带领下 来到了一片摆放石马的田地旁 只见石马被铁链锁住四肢 刘伯温好奇地拍了一下石马 没想到大伯突然变得惊恐万分 提醒他小心触怒了神灵 曾经有一锅路行人 在石马山小姐被雷逼死了 是你亲眼所见 啊 全村人都看到了 那尸首啊 刘伯温自然不相信有妖魔鬼怪之说 他知道一定是有人装神弄鬼 于是原本打算住一天就走了他 决定在老伯家多讨扰两日 热心肠的老伯二话没说就答应了 只是他好奇刘伯温是何身份 小老儿敢问一句 先生您尊姓大名 我呀 姓刘 单会一个鸡子 您就是大名鼎鼎的刘伯温啊 得知面前之人就是为名请命的刘伯温 老伯激动的直呼道田有救了 说罢还要给救世主磕头 刘伯温见老伯的反应 更加肯定石马曾经暗藏隐情 刘伯温在刘翼的陪同下 再次来到田间视察 习匹马在田间吃草 刘伯温看出马屁股上有官马的标识 于是就向放马的官员确认 这些马是否是官马 现在还不是 只是耗现了 等到秋天上了标以后再慢于官家 你们不就是官家的人吗 官员以为刘伯温只是平头百姓 便不耐烦地让二人速速离开 刘伯温回去的路上 遇见正在干活的老伯 于是就顺便询问了老伯 那块田是什么时候变成的马场 老伯表示那可说来话长了 三年前的某一天他去田间耕作 发现自己的田地被牲口踩得面目全非 怎料其他的农民赶过来 纷纷表示俺也一样 为了搞清楚事情真相 他们选择集体报官 县太爷前来观察留在田间的脚印 认为可能是石马显灵破坏了农田 并且建议大伙上山找张天大师做法 百姓听从了县太爷的建议 找来张天施设谈做法 然而第二年依旧是老样子 田地刚出清辽就又被祸害了 从此之后 百姓再也不敢在那块田地耕种 还把石马的腿用铁链锁了起来 刘伯温此时心里已经有了数 我来问你 那荒田里头养的那些马匹 又是怎么回事 县太爷却突然开始支支吾 是他们放养的 刘伯温便要求县令带自己 到千户所调查调查 希望能从中找出点蛛丝马迹 经过调查才知道背后的主使 竟然是自己失散多年的表弟傅长柱 而傅长柱也是受上司的指使 才昧着良心借石马之说大肆敛财 傅长柱不想让刘伯温为难 当场承认了自己贪污的罪行 刘伯温面对法律以及亲情 只能秉公办理 傅长柱入狱后没有责怪刘伯温 反而感激他经常来狱中看自己 两人从小在一起长大感情很深 刘伯温不相信表弟会贪污 便告诉他这案子才刚开始审理 如果有难言之隐紧早说出来 怎料傅长柱什么也没说 只是拜托刘伯温替自己 照顾他还有一个月临盘的妻子 刘伯温大失所望正准备离开 傅长柱突然叫住他随后跪倒在地 哥哥 兄弟拜别哥 来一生再见 你 糊涂啊 糊涂死你啊 傻兄弟 地方官借石马贪污的消息很快 传到了朱元璋的耳朵里 朱元璋大怒并派胡维雍前往顺天 主审刘伯温表弟贪污一案 胡维雍的官虽然没有刘伯温大 但他现在是皇上特派的钦差大臣 所以根本不把老刘放在眼里 涉嫌石马贪污案的犯人 很快被胡维雍带上了公堂 没想到这几个犯人突然翻供 表示自己所做的一切 都是受父常驻指使 而傅常驻和刘伯温是表兄弟 之前认罪完全是迫于刘伯温的淫威 他们胡说八道 跪下 我与哥哥分手顾表兄弟 但你二十年未能见面 世前 哥哥根本不知 犯官是火 如有隐情 我今天也不会跪在长城了 大短傅常驻竟敢咆哮公棚 我问你了吗 我问你了吗 得知傅常驻就是刘伯温的表弟 胡维雍根本不听对方的辩解 直接派人将傅常驻打入了大牢 之后又拿出一封写好的供词逼他招供 但傅常驻面不改色 敌死不招 胡维雍便命令官差严刑拷打 刘伯温深夜梦见表弟被打 担心胡维雍会对他下狠手 于是派刘伯温第二天前去大牢探监 傅常驻果然被打得面目全非 刘伯温知道都是胡维雍那个狗官干的 于是心意横想要劫狱救人 喊 喊什么 笨蛋 我劫狱 喊呀 劫狱了 劫狱了 官差们非常同情傅常驻的遭遇 于是都配合地演了一出戏 让刘一成功劫走了傅常驻 得知刘一闯下劫狱大火 刘伯温愤怒不已将他数落了一顿 但刘一直言自己会取投案自首 说完就要跪下和刘伯温断绝关系 因为只有这样才不会牵连旁人 胡维雍很快发现傅常驻被劫走 正当他准备派手下抓人时 刘伯温却出现在县衙内 将劫狱的罪名全部揽在了自己头上 你别急 圣旨 刺药 白灵 砍头 灵池 要你怎么死 你就得怎么死 这是刘伯温最落魄的时刻 因弟弟贪污被牵连入狱 政敌胡维雍还要过来冷嘲热讽 大人 有件事我忘 您家中是否藏有皇上赐的铁券单书啊 铁券单书相当于免死金牌 胡维雍明明知道刘伯温没有 却还要故意幸灾乐祸地问出来 因为刘伯温现在的罪名加在一起 恕罪并罚必定逃不掉一个死字 然而刘伯温并没有被激怒 而是说要帮胡维雍看看首相 行 都说您神机妙算 那您把我算算 是不是你死了以后 因为我办案有功 要连升三级呀 刘伯温看了看胡维雍的面相 直言他是一脸观象 日后极有可能做到丞相之位 胡维雍对突如其来的马屁感到意外 怎料还没高兴两秒刘伯温又说 胡大人 可有一二年记住了 您这人啊 不得好死 这下可把胡维雍气得不轻 直接告诉刘伯温等圣旨一下来 他就没几天可嚣张的了 但他万万没想到刘伯温已经派流印 带上折子马不停蹄地赶往京城 李善长收到胡维雍的书信 心想这可是扳倒刘伯温的绝佳机会 于是他迅速跑去向朱元璋告状 还一个劲的添油加醋 同时朱元璋看到了刘伯温的折子 知道事实并不如李善长所说 于是开口质问李善长 李善长为了和钱大壮撇清关系 忙说自己都快忘了这号人物 朱元璋当即下令将刘伯温和钱大壮一起召回京城 而此事不知情的刘伪 又飞快赶回长都县到衙门自首 承认劫遇都是自己一人所为 被刘伯温羞辱的胡维雍 正愁没地方发泄情绪 见到刘伯温的义子前来自首 二话不说赏了他二十板子 刘伪被打得嗷嗷直叫 情急之下刘逸灵机一动 告诉胡维雍自己和皇上是亲戚 自己的名字就是皇上给取的 胡维雍喝了酒脑子不太清楚 听到皇上果然被唬住 半信半疑的命令官拆先将刘逸收押 刘伯温见到刘逸也被关了起来 不禁恨铁不成钢地骂个糊涂 因为这样不仅自己出不去 还多了一个人困在大牢之中 很快皇上的圣旨到了长都县 刘伯温即将被送回京城厅后皇上宣判 已经身为阶下囚的刘逸 依依不舍地送别刘伯温 就连百姓也全体站在县衙门口 感恩戴德地恭送刘大人上路 只有胡维雍为了让刘伯温路上多受点罪 还给他带上了枷锁 本官亲自为你沾上 刘大人 恭请上路 胡维雍的这一举动引起了百姓的功分 就在大伙为刘伯温抱不平时 腿伤还没好的傅长住一瘸一管 跑来送表哥刘伯温最后一程 哥哥 兄弟 兄弟拜别哥哥 你我 来世再见 傅长住说完立即将胡维雍挟持 正当准备一刀结束狗官性命时 刘伯温劝他不要一时冲动酿成大错 因为如果杀了钦差胡维雍 自己的罪行就再也洗不清了 胡维雍为了活命之好妥协 让人去掉刘伯温脖子上的枷锁 傅长住见哥哥安然无恙地离开 手中的匕首也掉在了地上 胡维雍立即派人将傅长住抓了起来 李擅长知道这是扳倒刘伯温的好机会 因此在早朝之上主动上奏 称刘伯温回到京城不面君不上朝 目中无人犯了大不敬之罪 说完李擅长又朝同僚使了个眼色 同僚立马站上前赋议同参 而和刘伯温同一阵营的大臣 也站出来替刘伯温说话 臣以为刘伯温身为免贯图显待罪之臣 自回京之日 既为金武卫机管在家 皇上不招 他自然不敢轻易面君 更不敢早朝 既是待罪之臣 就该主动向皇上述之请罪 臣说的是待罪 而不是待罪 阿臣表示自己说的等待的待 而不是张官李待的待 李擅长顿时无言以对 转头看了一眼自己的队友 怎料对方是个猪队友 只会说臣负义同参 朱元璋大怒命远将他的手板呈上去 只见手板上竟是一些厌俗之词 原来这个老臣上班带错了稿子 导致上朝短时间忘了说什么 朱元璋气得把板子扔下去 让他把上面的内容念出来 老臣吓得瑟瑟发薄 皇上啊 我 来人 你 老臣就你 你俩老夫都最爱 左拥右抱花下面 朕是真没想到 朕只知道你是个人才 真不知道 你还是个银才 臣是银才 臣是银才 此话一出引发一阵哄堂大笑 朱元璋当场赐他告老还乡 随后命刘伯温和钱大壮上 旁对质 朱元璋开门见山问钱大壮有没有贪污 钱大壮斩钉截铁的说自己没有 刘伯温直接呈上了亲表弟写下的供词 朱元璋瞅了一眼壮指 让两人直接在大殿上变国 然后自己再分析是谁更在意 刘伯温抢先一步发问 我问你 官马一案 你一点都不知情 唯刘大人 莫将 不知情 一钱赃银都没贪污 一钱未收 李擅长担心钱大壮都不过刘伯温 于是时不时的在旁边插嘴 结果被朱元璋下令不准说话 果不其然 刘伯温一下子就问中了要汉 可是傅长柱的壮旨上写着 两年以来所获赃银一千二百余两 没错 那就是一千二百多两 这些银子都让他一个人贪了 据钦差胡威庸审计 账目上光这两年出路的数目 就有两万余两 我问你 这么大一笔银子 都上大 行了 听到这话吃瓜大臣们瞬间来的精神 但钱大壮一口咬定刘伯温 这是在为弟弟开拓罪责 所以故意把贪污银两说低 那明律规定 官员贪银千两以上者既是死刑 我既要为我家兄弟开拓 我为什么不把这树压在千两以下子 一千二百两 刚够要了他的精明 刘伯温跟钱大壮争论半天占了上风 钱大壮意识到大难临头贪软在地 刘伯温指正钱大壮与县官 联合贪污公款证据确凿 朱元璋决定派刘伯温回到长都县 惩治当地犯案人员 想到刘伯温一路坐球车路途辛苦 朱元璋还赐了一身龙袍给他换上 臣见过皇上 朕的这件长服 你穿着还挺合适的 臣下见月 皇上的衣服臣实在是穿不得 我说穿的就穿的 起了吗 朱元璋已经知道刘毅为了帮助刘伯温 查案惹上牢狱之灾 因此特地赦免了刘毅的死罪 刘伯温快马加鞭连夜赶往长都县 在刘毅即将人头落地的关键时刻达到 然而他的亲表弟已经被斩首示众 所有案犯都依法得到了该有的处罚 今日拔得头筹的还是李宾李大人赏金条一根 李大人赏金条一根 李擅长的外甥李宾看中了在凤膳房唱曲的柳夭夭 于是关照老板等柳夭夭来了 让他直接到自己的房间专门服务 老板是个见钱眼开的主 二话没说就答应了李宾的请求 而同样为柳夭夭着迷的 还有刘伯温的义子刘毅 李宾每次去听曲总能和刘毅碰上 偶而久之刘毅也知道了李宾的歪心思 刘毅为了保护柳夭夭的安全 也用银子买通了老板 让自己在凤膳房当一名伙计 这样就可以随时关注柳夭夭的情况 果不其然柳夭夭刚进门 李宾就忍不住开始动手动脚 幸好刘毅及时闯进来制止了他 李宾气急败坏掏出匕首 直言要给刘毅点颜色瞧瞧 李宾 身为朝廷命官 难道不知道军委法吗 官吏闹是最佳一等 李宾从来没见过这么豪横的人 便问他是哪条道上的 小爷我行不更名做不改姓 遇使忠诚刘伯和刘大人的跟前长班 当今皇上遇刺的名字 向刘明毅者誓言 李宾一听下的匕首都掉在了地上 刘毅拉起刘夭夭就走 刘夭夭感激刘毅的救命之恩 临走时转头对他回眸一笑 刘毅顿时感觉骨头都缩了 然而他英雄救美的世界 很快传到了刘伯温的耳朵里 听说刘毅还是打着自己的名号 刘伯温大骂他烂泥腹部上墙 刘姑娘刘姑娘 你脑子里想的就是那个刘姑娘 刘毅啊 我是让你私下里打听 李宾作奸犯科一事 你给我这么一嚷嚷 全应天成谁不知道 与此同时丞相李擅长也得知了此事 他将外甥召回府里驯化 痛斥外甥不是一个省油的灯 并表示如果这次真的犯法 李宾并不承认自己的所作所为 还应一句扬一句地告诉舅舅 这平日里您是怎样的 为官立身 冰儿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我怎么可能干那些违法苟且之事呢 李擅长听出了李宾的言外之意 只能关照他要是被人盯上 千万不要胡乱攀摇 为了和李宾撇清关系 还告诉他没事就不要到府上来了 李宾嘴上答应得好好的 却依旧在干着见不得人的勾当 李宾托老墨打听柳夭夭的父亲 没想到柳江是个武林高手 三年前杀人畏罪潜逃 逮捕他的文书到现在还没撤呢 李宾突然心生意记 拜托老墨当晚逮捕柳江父母 柳夭夭夭被捆进了柴房 不用害怕 我不会把你怎么样的 告诉你别动 本官现在对你没兴致了 留作你呢 还有更大用 这天心化寺的一个游僧正在诵经 突然被一黑衣人暗中刺杀 镇四只保守粒子也被盗走 刘伯温得知消息后 亲自到心化寺查案子 寺庙主持回忆起一月前 死者前来心化寺求法挂单 并向方丈出示了一座小塔 方丈一眼看出是供奉 佛顶古设立的至宝 原本此宝是供奉在顺天府的灵光寺 后来在兵荒马乱中不知所踪 没想到出现在游僧手中 游僧日夜守护宝物 却不想在昨夜意外身亡 刘伯温很快发现这件案子 竟和李宾有说不清到不明的联系 僧人深夜在寺庙离起死亡 刘伯温只看了一眼伤口 就立即知道凶手是谁 因为根据伤口就可以判断凶手所使用的力气 不就是把刀吗 那是把窝刀 您怎么知道那是把窝刀啊 伤口窄而平滑 必是窝刀所致 刘伯温对这种刀口再熟悉不过 前朝对民间铁器实行禁令 于是海盗经常以抢来的财物换取窝人的兵器 此时刘一突然想起几天前 他和丞相外甥李宾起冲突时 李宾拔刀刺他使用的刀 恰好就是一把窝刀 刘伯温很快将李宾贪污案 和僧人被杀案联系到了一起 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想 刘伯温命刘一句拜访 当天的目击证人柳江妇女 我家先生务必请您过去一趟 也务必要带上李宾赏您的那根金条 我们是卖唱的 可不想唱和什么官司 哎呀 叫你去你就去 不然就让衙门出票传你 不还是得去吗 柳江无奈之下只好答应 刘伯温接过金条一看 果然是海盗打劫的金条 于是将犯罪嫌疑人锁定为李宾 李宾很快被刘伯温抓捕 刘伯温让他看看是否认得此块金条 李宾淡定地表示着不过 是他赏给歌女的彩头 刘伯温当场震怒 一个欺品渡官 一年俸禄尚不及死 居然敢带在身上随手抛出 难道你们一家大小都喝西北风去吗 见李宾始终在和自己狡辩 刘伯温让他念出金条上的印记 原来金条上面有原通计三个大字 就在上个月于航员通营号 有两只货船在海盐一带被盗匪打劫 李宾的手上 刘伯温想听听他的解释 见李宾哑口无言 刘伯温又掏出一把太刀血刃 是他派人从李宾家里搜出来的 据说杀人不见一滴血 而此刀也正是杀害寺庙老僧的凶器 两桩案件摆在李宾面前 通匪加上杀人足以摘了他的官帽 我没杀人 天地良心 谁 我不知道 那就仔细想想 李宾啊 想出来告诉我 是谁杀了老和尚 我算你自首 不然的话 看到没有 家伙事多了 咱们大行伺候 与此同时 刘义正准备去柳家送银子 不料看见李善长家的管家老末 刘义本想进去一探虚实 却被柳将关在了门外 刘义只好回去向刘伯温赴命 并将遇见老末的事说了出来 刘伯温猜想李善长也掺和了此案 便将李宾的共状呈给李善长 想借此试探他的态度 果不其然李善长神色不对 还让刘伯温先去查新话四一案 显然是在为李宾拖延时间 怎料这句话反倒提醒老末 应该迅速结案以免夜长梦多 刘伯温再次来到大牢提审李宾 还告诉他赶上了好时候 皇上为了整肃军纪 刚刚颁布了新的军卫法 凡是朝廷命官犯法 小罪作一等大罪作三组 李宾思考片刻终于决定招供 称是李善长的管家老末主动找到自己 问他在钱庄银号里可有熟人 如果有就愿意和他分享一笔财物 于是李宾就和老末联手 一个负责将金条放入银号 另一个负责找夏家兑换出手 至于杀死僧人的罪魁祸首 李宾却是只字不提 李善长得知李宾将老末出卖 被这个外甥气到垂胸顿足 不怕神一样的对手 就怕猪一样的队友 救救小的姓名 我救你 司通海盗 这是什么罪啊 灭九族 李善长哪还就得了管家 就是自己如果牵扯进去 也难免不会丢了无纱帽 胡维拥剑老师气得垂胸顿足 突然心生一计 反正管家怎样都是一个死 不如以大局为重牺牲老末一人 老末为了保全自己的家人 在被刘伯温抓捕后选择服药自杀 即便如此李善长依旧担心 刘伯温再次搜查出什么证据 胡维拥见状又出主意 说最近连月没有下雨 可以趁机向皇上提出奇语 按照古法奇语期间不得杀生 这样一来既可以体现 丞相大人为名请命的用心 二也可以打消刘伯温杀人的念头 与此同时胡维拥联系了柳江 让他帮自己除掉新化寺的方丈 那老末在牢里都合盘拖出了 多亏我在刑部有认识的人 把那共状扣下了 不然你现在早就在那大牢里了 柳江为了不让女儿受牵连 只好无奈答应胡维拥派下的任务 然而刘伯温早已料到胡维拥 会暗自除掉所有的知情缘 包括替他办事的柳江 于是刘伯温亲自来到柳江家里 并且劝他不要再为李善长干坏事 但柳江没有意识到危机 绝口否认和李善长认识 于是刘伯温不再多说 送了他一件铠甲当时提醒 夜竟更深出门 千万小心 我不其然柳江深夜刺杀了方丈后 胡维拥派下的弓箭手立即射杀柳江 幸好刘伯温送的铠甲 保住了一条性命 刘伯温第二天就带上柳江来找李善长 柳江对受礼兵威胁供认不讳 李善长只好告诉刘伯温 眼下正值七语十七 在此刻杀人有为天意 天意 嗯 我杀一个十恶不赦的贪官 这是有反天意 我倒看看我杀得了杀不了他 你等着 我皇上饶不了你 嗯 李善长剑硬的行不通 又开始走温情路线 当晚带了一壶酒找刘伯温酗酒 两人聊了当年和朱元璋打天下的经历 李善长希望刘伯温念在 李斌使他外甥的份上网开一面 然而刘伯温访问他准备 用多少人的性命救他外甥一命 李善长这才明白刘伯温 是铁钉要杀了李斌 但他还是做了最后的挣扎 刘伯温行刑前去郊外设谈祭天 李善长便把所有官员叫到斋公求语 就连负责斩首的行刑官也被罩走 李斌以为李善长一定会救自己 即使站在球车上也狂妄不 怎料刘伯温对他的叫嚣冲而不闻 五十三刻一刀立即斩首 这次没有剧情里的刀下留人 李斌反应过来为时已晚 刽子手手起刀落大快人心 李善长得知外甥被杀 对刘伯温恨之辱 等皇上一回宫就写折子弹劾他 表示上天一直未降甘霖 都是因为刘伯温大开杀戒惹怒天威 朱元璋听了李善长的肃壮大怒 认为刘伯温不把他放在眼里 刘伯温给朕退下 到殿外面跪着去 一时不下云你就跪一时 一天不下云你就跪一天 怎料刘伯温刚出去没多久 宦官来报外面吓起了倾盆大雨 朱元璋急匆匆赶往殿外 只见刘伯温跪在雨中 仰面感念上天的恩德 朱元璋梦见了凤阳老家的乡亲们 想起那些面黄鸡兽的面孔 顿时勾起了私乡之情 于是想为父老乡亲做点什么 朱元璋当即下了一条圣心私乡照 决定今秋回凤阳看望故人乡亲 回乡之前给乡亲美护 郭帝二世请分银二百两 并且特派丞相李善长及客服凤阳督办 凤阳之线接过皇上的圣旨 便在众乡亲面前开始宣读 汪文 汪文 将亲们听完纷纷感激涕零 转眼间已经到了八月 刘伯文凤圣只要提前去凤阳视察 但他却突然愁眉不准 因为负责督办的人是李善长 这督官就是他自己 和这派伙的干活的督官 全是他安徽老乡 这个想不热诺都难 果然不出刘伯文所料 凤阳县令周夜城快马送来紧急公文 上面写的是弹劾不正式许强 朱元璋打开一看当场恼怒 李善长和县令串通一气 故意说许强干扰县令执行公务 自己当初去凤阳也有耳闻 朱元璋一听这不反了吗 立即命人将许强就地斩首 但他想起刘伯文是许强的坐视 于是宣刘伯文进殿面胜 就在刘伯文赶到皇宫内时 许强弹劾县令的奏折也到了 朱元璋看完认为自己刚才过于冲动 不分青红皂白就杀了一名官员 但圣旨以下又不能反悔 见朱元璋一脸纠结的神情 刘伯文却突然敞开大笑 你笑什么呀 难道朕杀了许强你高兴不成 不是 我是为皇上高兴啊 皇上圣驾返乡 人还没到呢 天下就知道 皇上因为一方官员的奏折 就把另一方官员给杀了 这不是说明皇上是兼听则明吗 朱元璋知道刘伯文在反讽 只能说现在想快马追回也来不及了 快马都在御马场养着呢 怎料刘伯文早已准备好了 告诉皇上旋风马正拴在皇宫门口 他提前用令牌加上自己的驴 换出了御马场的小旋风 皇上顿时喜出望外 令人骑上小旋风追回沙头圣旨 好在行刑前的最后一刻 许强听到了远处赶来的马蹄声 皇上来救我来了 皇上来救我来的 皇上 都想留人 许强最终成功被救下 眼见刘伯文即将赶往凤阳 李擅长特地赶在前面到了地方 私下交代县令要把一切都妥善办好 县令让李丞相放一万个心 交代他的都已经妥当 说完还送来几箱银子孝敬李大人 没想到李擅长突然变脸 斥责他竟敢这个时候顶风作案 刘伯文马上就来了 皇上遇见也到了 你不是害我吗 县令不明白一个刘伯文有什么好怕的 但也只好将银子抬了回去 李擅长估摸刘伯文一醒 应该快到凤阳地界了 于是派县令带领官员前去迎接 还表示以他对刘大人的了解 刘伯文应该是骑驴子来的 谁知刘伯文路上见戴大人骑马颠簸 主动将自己心爱的小毛驴 让给了年迈的戴大人骑 戴大人 驴骑屁股马骑腰 你又瘦 能不咯得疼吗 您看我为什么老骑驴 好得多 于是去迎接的官员便把戴大人 当成刘伯文给接了回去 刘伯文则骑着马独自一人 直奔凤阳县城体察民情去了 见酒馆老板是个话多的 刘伯文想从他口中套话 而老板正好也是嗜酒成性之人 三杯酒下肚便开始想说什么说什么 刘伯文趁机提起了献太爷 老板直言献太爷不是好东西 除非去献崖板子才能见到他 老板娘见丈夫开始胡说 急得直接泼了他一杯水 然而老板却浑然不知 自己身旁坐的正是献太爷 还说出了一个要命的大实话 皇上都说了 给二百两 此乎我就拿一百两 老板娘又泼了一条冷水 让丈夫小心着点说话 但献太爷此事已经如坐针毡 刘伯文看出了其中的内情 于是洋装喝多了要走 等把献太爷打发走后 刘伯文再次返回小酒馆 还说自己是来救人的 见老板一脸迷惑的表情 刘伯文坦白了自己的身份 你知道刚才坐我边上那人是谁吗 谁啊 凤阳县县内周叶城 你再想想你刚才说的那话 他能饶得了你吗 老板夫妇回想起来一阵后爬 忙跪下求刘伯文搭救 说话间牙医已经到了地方 还将刘伯文一同抓到了大牢 献太爷第二天就把老板压上公堂 正当他准备好好教训老板时 刘伯文摘下斗笠献出真容 献太爷万万没想到牙医 竟然把刘伯文也给抓了起来 刘伯文告诉他知道就好 今天咱就等皇上来了 让县太爷亲自给他摘了支镣铐 县令下的不知如何是好 这时和刘伯文一同来凤阳的代大人到了县衙 代大人给县太爷出了个主意 让李擅长过来替他说话 怎料此举正中刘伯文下怀 刘伯文决定来个三堂会审 献令来到李擅长面前痛哭流涕 李擅长没想到自己千叮宁万嘱咐 献太爷还是中了刘伯文的头 中就中了吧 你还非得把我给扯出来 你以为他刘伯文愿意带那锁链吗 他就是等着你把我扯出来的 事到如今也只能跟献令走一趟 李擅长把献令叫到跟前 告诉他接下来应该怎么做 献令听了李擅长的安排上了公堂 问老板究竟收了多少官银 献令将发放手册递给老板看 上面写的收到官银二百两 还有老板自己按的手印 为了让证据更有说服力 李擅长又叫老板再次按手印 让两个手印进行对比 刘伯文接过来一看果然滴水不漏 老板诬陷献令已成事实 李擅长决定打老板二十大板以示惩戒 好在刘伯文替他求情 李擅长才愿意就此罢手 但刘伯文知道这件事情不简单 私下派刘一再次去找老板 没想到老板经营的酒馆已经关门 门上还贴上了转租告示 戴慎向凤阳乡亲打听皇上未发祭时的经历 奈何乡亲们太八卦 反过来采访了戴大人不少问题 皇上他有几个玩 玩 什么是玩 踏实问皇上有几个儿女 有二十六个皇子 十六个公主 乡亲们对老朱有四十二个孩子感到大为吃惊 感叹朱元璋当了皇帝后真够忙的 随后又好奇地问老朱有多少个老婆 戴慎一本正经地告诉大伙 皇上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 大婶一听就担心皇上的抗大不大 这么多女人睡一张抗能不能起得下 戴慎见大伙越说越离谱 才想起来今天的正题 让大伙讲述一代帝王是如何戴生的 皇上是晚上出生的 那天晚上村西头的老雀头 从天里回家 天已经大黑了 老雀头看见皇上老屋上面火光一片呢 那不是火光 那是红光一片 戴慎只夸老乡说得好 要的就是这种带点传奇色彩的经历 这样才能彰显诸皇帝的不一般 但紧接着老乡又说了 老个倔头他后来还说 他过去一看是皇上老屋 隔壁人家牛棚 是我的 这个就不要记录了吧 戴慎本着刘伯温教他的 去粗去经去尾存真的八字真言 将一件件事情记录在案 然而当大伙说到当年地主刘德家 丢了一头牛 却冤枉是朱元璋他们将牛杀了吃屎 戴慎认为这影响了皇上的名誉 决定将经过查个水落石出 于是就让乡亲们带自己去找刘德 但乡亲告诉他刘德不在家 皇上圣旨上提到那个人 皇上说再也不想看到的那个人 他就是刘德 听说皇上要来 吓的 不知道多拿去了 戴慎为了给皇上平反 便准备找出当年的刑司档案 献太爷接到戴慎的命令 翻出了当年偷牛案的档案 但他不敢交给戴大人 而是先告诉了丞相李擅长 这份口供里供出了八个孩子 由皇上领头 把刘德家的牛偷偷地给烤着吃了 怎料李擅长听了大惊失色 因为按照大名律凡事设计 有损皇家生育的记录 必须立刻封存写上严防扩散 要是谁先看了就犯了蛙眼之罪 已经先赌为快的县令下的屁滚尿流 李擅长演出一转新生遗迹 让县令立即把档案封好 并在头页上写上严防扩散 再把档案交给戴大人看 戴胜果然毫无防备地看了档案 还想和刘伯温一起探讨案情 没想到他刚把档案给了刘伯温 李擅长就过来兴师问罪 戴胜这才反应过来 自己已经触犯了法律 你不仅自己看 你还要把它拿给刘大人看 你难道要连累刘大人与你连坐吗 不行 我就把万年取回来 我不能害了刘大人 戴老头正准备出门却被拦住 李擅长表示他现在按照大名律 已经被隔离了别想出去 原来李擅长的最终目的 就是引导刘伯温犯下挖木之罪 而刘伯温听说了皇上偷牛案 便想拜访当年的地主刘德 不料刘德家大门紧闭 刘德的儿子一听说是京城来的 立马跪在地上鬼哭狼嚎 说老爹已经失踪三天了 求皇上饶了他爹 刘伯温见状只好离开 却不想正好撞见刘德媳妇 鬼鬼祟祟的从刘府出来 刚才啊 皇上派的金钞来咱们家找你了 啥 看样子是要抓你姥姥 啊 你就是刘德吧 就是他 刘德吓得直接决过去 原来当年朱元璋连同七个小伙伴 偷了地主刘德家的牛吃了 被刘德告上了公堂 如今朱元璋当了皇帝 刘德担心皇上会翻旧账 这才害怕地躲了起来 刘伯温让他回家安心等皇上问话 到时候只需要把自己教的话 对皇上说一遍保准龙言大悦 与此同时刘伯温为了 就犯下挖木之罪的戴上 给老臣写了一张小钞 让老臣按小钞上面的照做 朱元璋的拦架很快到了凤阳老家 全体官员都去迎接圣家 朱元璋挨个点名发现戴慎不见了 李擅长连忙打小报告 回皇上 戴慎自来凤阳 辜负圣恩 他竟然向县府索要 涉及皇上的 严防扩散的材料 犯了挖木之罪 臣以命校尉将他拿下 朱元璋认为事态严重决定亲自问案 听说戴慎被关后没有掺悟 反而整天在屋内手舞足蹈 朱元璋当即传戴慎剑架 戴慎像喝醉了一样走到中央 嘴里还一直唱着一首歌谣 八个小 大鱼头牛 日月同行 赵九州 赵九州 戴慎 你真的被吓风了 风护着 不疯也 如说是疯 也不是被吓之疯 而是看到了一幅途径 上奸神尸 我乐疯了 刘伯温在一旁给皇上解释 待慎唱的是皇上在进攻豪州时 就在江南广为流传的童谣了 而这正是上天暗示要改朝换代的征兆 皇上 八个小孩一头牛 这牛子下面一个八字 这不正是皇上您的姓氏吗 朕明白了 那牛下面一个八字 正好是猪啊 日月同行赵九州 是说我大明开国 统一九州了 朱元璋一听龙颜大悦 当场赦免了戴慎的挖墓之罪 但他想起当年放牛家的地主刘德 刘德很快被召到皇上面前 他开口就说是自己冤枉了皇上 这丢牛的第三天早晨 人们说你出家走了 我追到庄子西面 我远远地喊你的名字 大声问 我的牛犊呢 你回过头来 我庄子西面一指 我就看到那牛犊 钻进山坡石头缝里 乐才知道是小牛并没有被皇上吃掉 朱元璋知道他在边瞎话 但并没有忍心揭穿他 而是顺坡下驴原谅了刘德 刘德感恩戴德地离开后 下人来报曹寡妇要求见皇上 朱元璋没想到曹寡妇就是 他曾经的初恋刘翠花 然而翠花进来却让女儿挡在自己身前 朱元璋想见他一眼都不行 翠花表示不想让皇上 见到自己年老色衰的模样 说完给老朱唱了一首 带有童年回忆的歌谣 顿时勾起了老朱的美好回忆 朱元璋的凤阳之行到此也结束了